我們現在開始第三節 第四節 當我們煮製發條的動力 我們一定要檢查以後是否很順暢 這是整體機心裡面第一層 也是所謂的比較沒有那麼細膩 沒有那麼細小的機心零件 這是算一隻手錶裡面零件算是最大型的 大型零件我們也要很小心 也要很細心 因為零件每個部分 不管是螺絲 或者是堂皇 或者是線形堂皇 或者是板狀堂皇 任何油 不能點出 你也剪掉了 有靠到QDR